做完之后 就可以把刚刚的这两个 这两个Sub 这一个嘛 然后可以把它做成按钮 做按钮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按这边点一下 这个选按钮 然后拖拉一下 并且按就是说 它跳出来之后 我们来 再把它删掉的话你可以剪下 或者按Delete也可以啦 剪下就要快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边点一下 然后拉一下 它跳出那个你要哪一个 那我就这个 那你会发现之前还在 OK如果你上个礼拜的 那也就是说呢 上面这两个是录制的 下面这两个自己写 然后按确定 然后把这个复制之后 把这个名称贴到这边 其实跟上个礼拜做的方法 还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清除也是一样 把它点一下 清除OK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就有个这个门号 这个门号就是 这个输出是公式 这个的话呢 意思说 我不要输出公式 为什么 因为输出公式 假如说呢 你希望 不要只是输出公式 而是做完之后 VBA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这个出唇歌里面 两种写法 其实做出来结果 看到的都一样 只是说哪一种比较简单 你就选哪一种吧 OK 那 大家你可以跟什么比较一下 这种写法 其实跟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录制的 其实 有些地方是大同小异 只是差别说录制东西 光要改 这个其实也是把公式放到这边 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写法写 感觉就乱乱的 而且比较不好理解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撰写这个第三个按钮 第三个按钮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有些东西一样 所以我刚刚讲过 你如果有些东西一样 你把这一段到这一段复制下来 那复制你可以Ctrl-C、Ctrl-V 或者还有个方法 拖拉加Ctrl-键 这样比较宽 然后你的 这个上面的名称叫门号 所以把底线公式 删掉 那后面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这边 把这个等号后面的东西删掉 也不要加双一号 因为双一号是清除 可是我们不是要清除 我们是要做什么呢 可以帮我把 资料就输出到这个范围 我先把那个资料 这个先清掉 所以我按按钮 或者直接执行 把它清掉 那要输出什么东西 当然逻辑上跟刚刚差不多 输出第几列的资料 到这个里面 那特别出于 当然我们可以 回顾刚刚的写法 我们刚刚 这个已经有回去 我干脆也是 把它恢复到 我们如果只是输出 从第二列开始 这样会比较清楚 第二列等于什么呢 等于 特别注意 后面东西丢到前面去 所以我要09开头 因为我现在不是丢公式 是直接把电话号码串好之后 再放进来 所以这边先输入 双一号09 空一格end end什么呢 end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帮我串完 再丢到这边 那这个储存格的名称 其实就F栏的第二列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复制过来 改个什么呢 改个F就好了 意思就是 帮我把这个09串一个11 然后帮我丢到这里面 它后面还没写完 不过我是建议 各位可以先乱乱看 如果有错就把它按改 给执行 911 为什么911 因为里面都数字 没有其他东西 它自动把它当数字 所以零去掉了 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减的符号 end空一格 记得VBA跟Esshell里面 end不太一样 VBA前后要空白 Esshell里面不用 end什么 end一个 一个 一个 减的符号 这样 用有减的符号 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 09 0就出来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end什么呢 end 084 不过 这个怎么自动谱零呢 我们之前有用一个叫做 那个所谓的 Test减数 但是VBA的减数 跟Esshell减数 不一样 各自有各自的减数 你想说 VBA里面的减数有多少个 其实 交给我一招 你打个VBA 电 就OK 它会有个清单 从头到尾 大概算过 大概100多个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就这样 全部100多个 那其中有一个 是要做什么呢 类似Test减数 的一个功能的减数 就是 在VBA里面 就是Test 但是在 在Esshell里面是Test 在VBA里面叫Format Format OK 它更接近我们那个减数的名称 我觉得比较更好 因为Format 意思就是格式化 钱瓜 那你要跟他讲说 格式化哪一个 这个 这个的话 直接就拿前面的复制过来 刮胡 然后后面就跟他讲说 帮我把84拿过来 这边的话改一个G 有没有 其实我是Sell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帮我搬过来 然后后面的话 就逗点 之前那个Test减数 后面加什么 Format 双引号 两个 移到中间 放什么呢 000一模一样 其实差别只是说把Test改成Format 就大概这样 这样子试一下 打完之后执行 084 OK了 那 007怎么做呢 一样嘛 其实程式当然不用重写 很多地方一样 从这边有没有 这个 那么从 要减嘛 所以end 后面这边没有end 所以从这个地方 怎么样呢 复制过来 把这个改成h 不就好了 看得懂吗 OK 所以 而且细节处理一下 复制我习惯 拖拉加Ctrl键 把这边改成h 切别处理哦 要小心一点哦 这个end 前后要空白 而且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这个可加 可不加 那你如果要加 主要原因是因为 因为 对可以下拉 就是你点一下 它会有一个清单 那有一些函数 你背不起来的话 或者是说 即便 可能你也不知道 哪个函数 那怎么办 记得哦 你有一个 内建的 词点 就是VBA的 函数词点 记得你只要在 这个VBA上方 或者是Format上方 按F1 F1就是 跳出什么 跳出它的 那个词点出来 跳出来了 这个词点里面呢 就会详细的 跟各位说明 函数的使用方法 跟相关的 它的那个 参数 怎么去传递 OK 就这个 而且旁边哦 还有这么更多 更多 它从什么呢 从这边VBA 这个语言参考 底下就有这个参考 底下就有个Function 其实Function 就是指的是 函数啦 也就VBA里面 所有函数的这些 那其中有一个是Format 这边有一些说明 不过你会发现 它其实 说明的 不是说 很好理解 因为其实你可以 有没有放上去 它其实 有点像那个 帮你翻译而已啦 它是翻得很烂 那种翻译啦 所以有时候 你千万不能用中文的 那种逻辑 去思考这一段话 你要用英文的逻辑 去思考这一段话 或者你也不要特别 去抓牛角尖 你就看关键字就好了 比如说它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什么 格式化 包含 根据格式运算式中 所包含的 指式格式化的运算式 这什么 如果做的老师还改 这小学 做的没有学好 对 好 那里面的话 当然呢 其实 不过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等等的 怎么去格式化 我想自己再看一下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这问题 所以这个VBA可以点 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也可以加 都没有关系 好 那这样的话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执行一下 那当然现在只会输出一个 输出全部怎么改 一样 所以等于是再做一次练习 for 关键的地方 以后回圈 都一定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丢一个出存格 你是丢一个范围 所以呢 你刚从第二列 到 第99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一个 标准化的流程 有没有 for I 等于OK 然后就把这个再搬到里面去 然后呢 把这边 也许不要换 按个Tab键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 I 有没有 然后 其他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比刚刚简单的地方 因为它在Sales 这个 这个 有没有 所以其实不用 像刚刚自串 因为自串是一个连续 跟一个蛋糕 蛋糕里面要放东西 你就切开 才能放 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I就可以了 好 应该没问题吧 OK 所以这个写法的话 好像比较简单吗 是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后面还会讲 因为我现在讲的话 可能你们会 没办法理解 OK 所以待会讲 这个问题很好 99 问题如果以后增加了 怎么办 减少怎么办 如果你底下会员资料 一直增加 你99下一次已经到105 那你岂不是还在改105 如果又增加110 那你再改110吗 每天再改层次就好 千万不是 怎么改 待会再讲 最后的话我们转一下 这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不用背 不过未来这个都非常重要 以后一定会出现 我们看一下 向下的话 你就是不用卷动 我建议是Ctrl向下 Ctrl键按住 按向下 它就跳到哪里了 跳到这个范围的最后一列 不过我好像写错了 应该到100 101才对 对 所以这个范围应该 更正一下 应该是到101 再跑一下 所以刚刚好像都写错了 改一下 OK 那你的问题 刚刚同学问的问题非常好 如果这个范围以后呢 都要不断再改来改去的话 那岂不是这个地方 城市永远没改完的一天 所以有一招 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让什么呢 让城市自动追踪 怎么追踪呢 通常是会从编号去追踪 因为编号有个特性 第一个一定会有资料 所以不会断掉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不会重复了 不过主要我们是不能够断掉 那如果不能断掉的话 我游标假设放在A1好了 我如果要追踪最下面的话 就Ctrl键按住向下 Ctrl向下 它会停在101列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动作 写成VPA的话 那我只要告诉他说 请你帮我从A1储存格 向下追踪到之后 帮我把目前的这个列号 告诉我返还给我101 这个动作怎么写 待会再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写的这个地方 特别说做完之后 大概长这样 应该OK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有一些细节 假如一下子还是没有办法记熟 云端上面也有可以参考的程式